毕业季嘛现在是 然后上海戏剧学院的毕业典礼上面 就是西美娟老师呢 他给演员分享了十条 叫演员十戒 戒就是那个警戒 然后告诫的戒 那其实我在这里也很想分享给 就是正在做演员 或者是想要成为演员的一些演员朋友们 我们这期聊的话题是做演员嘛 对不对 就怎么样做演员啊 对演员有什么 一些要警示的东西 那前段时间正好是在毕业季嘛 现在是 然后上海戏剧学院的毕业典礼上面 就是西美娟老师呢 他给演员分享了十条 叫演员十戒 戒就是那个警戒 然后告诫的戒 那其实我在这里也很想分享给 就是正在做演员 或者是想要成为演员的一些演员朋友们 那太好了 对 估计好多人没有听到过 所以都要透过你 对对对 是 好那我们就 我再来说一下 第一条 假如别人比你长得漂亮 你不要悲哀 不要生气 因为这不是你的错 用不着惩罚你自己 天怒于他人 就是 这个就是 为什么是放第一条呢 因为其实 怎么说 大家 传统观念里面就认为 演员一定要是美女帅哥 我要形象好 或者怎么样 但是其实不是的 因为 一部戏里面 我除了有漂亮的脸 我还需要一些有个性的脸 我还需要一些 特别特色的一些角色 其实 每一个生弹镜莫丑 所有的行当都需要不同的来扮演 所以没有必要觉得说 我长得不如别人好看 我就灰心就放弃婚气美了 就是这个是第一条 这条特别能让人有信心 对啊 就是也是非常给你嘛 就是想让你要坚持下去 如果你有这个梦想 好第二条 然后第二条是 如果有人比你演的好 你不要泄气 要看到前面的路很长很长 你要抖擞精神 迈开大步 大胆的往前走 走过他 走过你自己 就是演技上面的一些警示 就是说如果有人比你演的好 你就要努力的让自己也演的更好 而不是不要灰心泄气 你要记住你前段路很长 就我刚刚跟你讲的 你可以演 你现在多大 差不多吗 四十岁 三十多岁 过了 真的吗 不会吧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你可能差不多三十 将近四十的样子吧 因为我算你有两个孩子的话 过了 过了 哦真的吗 对对对 那你很年轻 所以我的那个 那个 银平的那个年龄 又更宽一点 是吧 对啊对啊 就是你可以演的年龄段 就更广一点 而且你前面的路还很长 就你要知道 你可以一直演到 八十岁九十岁 你都有合适的角色 可以演 这个对一定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是作品很多嘛 所以它不局限 尤其在美国 就在美国真的 我觉得这方面对演员的这个宽容度是非常大的 是确实 第三条 不要轻易的接受一个剧本 你应该是一个有敏锐的艺术感觉的演员 一个有思想的独立思考的人 要知道苛刻的观众的记忆力是非常惊人的 一两个坏的剧本将抹去你昔日的光辉 玷污你曾经为之艰辛创造的美好形象 就是演员一定要会思考 就是你除了会演以外 你还要会思考 你还会判断 你知道这个局务好或不好 对 所以你要 你就是不能说 你要一步一步积累你自己 那就其实 这个东西其实有很多例子 有一些演员他 到后面就为了生计也好 或者为了什么 他会接一些比较不太好的 所谓的烂片 那就一下 对就颠覆了他自己之前演过那么好的形象 那你很难就要 这句话说 苛刻的观众记忆力是非常惊人 那第四届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埋怨你的对手 永远不要埋怨 要懂得在舞台上 是因为他的存在 才证实了你的真实 是他创造了你的一半 如果他给你的太少 那么你为什么不能给他多一些呢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演戏 我们很容易就是说 因为你演戏要交流嘛 就是对 Action is reaction 就是交流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当你跟对手演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觉得对手并没有给到我这个点 我演不出来 就是一直在抱怨对手 说你怎么不给我 那像这一条来就说 那既然对手没给你 为什么你不给他呢 你给他的更多 他会回馈你更多 就这个是相互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点非常好的 就不要埋怨对手 然后第五条是 千万不要忘记 斯基尼斯拉斯斯基的教诲 爱自己心中的艺术 不要爱艺术中的自己 这个就是有点烧闹 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为什么 什么叫爱自己心中的艺术 这个就跟不忘初心 是差不多同一个道理 就是你为什么喜欢演戏 你为什么要当演员 这是因为你心里有一个演员的梦 有一个我想要追求的艺术 那他说不要爱艺术中的自己 就是说当你演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觉得说 哇我这里演得太好 我这里太帅了 我这里我这个形象绝对的牛了 就是你不要就是太多有太多的杂念 你一定要就是非常单纯的 就是去演戏 不要觉得说我站在第三视角 我在上帝的视角看一下说 哇我这一眼太牛 我会怎样 就那样的话会打扰判断 你就给你的演戏有一些就是杂念吧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第六条 脱下服装卸完妆以后 不要演戏 不要纵欲 不要把鼻子翘得高高的 要时刻留神你的脚下 小心别陷入泥浊 坠落峡谷 这个就是去警戒那些 可能已经有一点点名气的一些演员 或者明星吧 就是告诉他们 不要就是说直到弃阳一走 觉得我自己很 有很多粉丝或者了不起 我就看不起别人 就是我一定要时刻记得 在生活中不要演戏 你在舞台上去演 但是生活中一定要真真实实做你自己 对 然后第七条就是不要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旁若无人 要记住 得之 得之额亲 积之在平时的道理 要多多观察 多多体验 时时刻刻观察 生活中的人 要懂得你 你应该懂得的不仅仅是表演的技巧 而是整个世界 包括你自己 这个就是我刚才跟你分享过 就是说你一定要在生活中多去观察 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人物 各种各样的生活 就是做演员一定就是要 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生活经验 就是你才能演得更好 对 你的情感也好 你的阅历经历也好 都会给你有很大的帮助 这样 对 然后第八条 对于那些似乎与表演不相熟的 或不相干的知识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与我无关 而是若罔文 太太相反 你要尽可能的去了解 去熟悉各行各业 什么叫边缘学科呢 表演艺术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门边缘学科 就是这个跟刚刚说的也是差不多的意思了 就是说要接触各行各业 因为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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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他说是表叫边缘艺术 就是你表演的话 怎么说呢 你没有一个行业 就是因为他属于那种去把所有的行业 都去重新展示出来给人看的一个行业 对不对 所以他不是一个特别细的说 我我是一个建筑工人 或者我是一个会计师 我是一个什么 他非常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在那里 而表演是什么呢 他就是什么都有可能 去把这些东西模仿出来 或者是把它表现出来 对 给你看 他是这样的一门学科 所以还挺挺悬的 第九届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对那些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各种思念 以及宗教哲学莫不关心 持之以敌 恰恰相反的 你要费力 费点力气去思考思考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他会从正反两个方面 给你的艺术创造 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神奇援助 就是因为在国内 大部分的人都是无神论者 所以他们会觉得 就是可能宗教呀 什么那些 什么这些玄幻的一些东西 就大家都会觉得 我不想去谈 我不相信会怎样 但是其实我觉得 多多少少很多时候 作为表演从业者来说 很多时候都是 还是要有一些信仰的 就是你要知道一些宗教的一些故事 包括这些宗教的一些起源和演化 我觉得其实都是对你 潜移默化的一些 就是怎么说呢 一些帮助吧 在你今后的这个表演生活当中来说 就是从更高一个层面 去开拓你的那个视野 没错没错 思想 没错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 就是不一定 一定要每天都是活在现实当中的 你可能有的时候 我超脱一下 我就想一想 一些天马行空的东西 电影本来就是 很多时候就是天马行空 它来源与生活 但是它绝对是要高于生活 对没错 好第十条 最后一条了 导演的话 不可以不听 不论他是老是少 心意大是小 你不可以轻信 也不可以不信 因为你看不见你自己 而他才是映照着你的一面镜子 这一点也是说得很好 对不对 就是 他是对导演讲 还是说 对演员讲 就是你 他对演员讲 就是说导演的话 你不可以不听 不管他是 你是多大的一个大咖 既然今天你拍的戏是他来导的 他比你资历浅 比你年纪小 你还是要听他的 因为他是导演 他是能够在 他在monitor面前能够监视 看到你表演的那个人 而你是在其中的人 你是看不见你自己的 所以他是你的一面镜子 就是让那些比较高咖位的演员 也要就是听导演的话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西美娟老师 在前几天上戏这个 毕业季 他们毕业典礼的时候 分享的演员实际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对 所有的演员真的都需要去熟记一下 请不吝点赞订阅 你怕我会跟他一起去 Jocelyn 那是为了 Shut up 你不听到这些 你告诉这些东西 你不认为你的女儿 以为你的女儿 你 我太生气了 你跟你的妈妈在离开 they're not going to screw up the chemistry experiments anymore no cinema no picnics no laughing no love I've been negative and upset for a very long time 我媽的気持人 就會出我心思走 我性感、尾cher來的恐懼點 假如我我們情罪 愛 我恨了她 為我愛一下 愛和rahid 這 kalo是一樣的 guests 我們就是ении的 不太多人 不太多人 有个男人